那问一下朱雁中 我刚才开玩笑说 台湾最近很夯卖那个干瓣面 干瓣面就是其中一种热瓣面 那但是卖干面很难赚钱 一场疫情过后 那确实呢整个财富是重分配 确实 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富比斯呢 公布美国400大富豪的排行 所以先动清楚是针对美国的排行 我们看到这前10名 他其实一共排了400个 那这400元我们先讲一下 去年这前400元 他们的总资产是2.4兆美金 今年变3.2兆 很可怕哦 多了三分之一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而且今年要进入这前400大富豪的 最后一名 你至少要有21亿美金 才进得了排行榜 所以这基本数字我们先了解 好那我们看到这前10名当中 其实有9个跟去年都一样 只有一个人不一样 大家也都猜得出来就是马斯克 去年前10名还有谁呢 彭博 彭博社的彭博被挤掉了 像马斯克进来 好那第一名的这个贝佐斯呢 亚马逊的创办人 已经连续三年都是第一名 而且从去年到今年 他的财富就增加了650亿美金 非常的夸张 那前十大富豪呢 九个人的财富都是增加 只有一个人减少 就是我们的股神巴菲特 少了73亿美金 所以这是基本的一个数字 再来就是还有就是说这个 大家很关心的一个人叫做川普 川普他还不要忘了 他真的一直都是有钱人哦 可是川普的排名从 一共掉了64名哦 所以说掉了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财富缩水了6亿美金 那其中造成他财富缩水这么多 最主要是什么呢 他住在纽约的川普大楼 叫他的老家 光这栋建筑物少了1亿美金 哇所以说川普其实也可以拿来讲 他为了国家牺牲了他的财富 好那另外一个排名是 日本经济新闻他们所统计 第二季全世界最赚钱的企业 这个就是全世界的排名了 不过只是针对第二季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排名当中 最赚钱的是Poker Poker就是巴菲特的公司 所以你看到巴菲特个人财富减少了 可是Poker却是最赚钱的公司 好那我们看一下整个排名当中 这10家公司 这10大公司当中美国占的4家 中国还有3家 日本有一家 沙烏地阿拉伯一家 瑞典有一家 好那这些其实这些大家 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 我们就不特别讲 可能第10名的瑞典 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一点 好这个银瑞达投资公司 他其实就跟Poker却一样 都是个投资公司 所以有很多知名的瑞典 企业其实都他的 比如说像叶赫斯 像爱立信 还有这样做这个电力设备 很有名的ABB 还有他旗下还有银行 资料公司一堆 所以他台第10名 那跟台湾比较 最有关的就是我们的台积电 不过台积电只能排在23名 第二季赚了40亿的美金 好所以在彭博社 他们就有去做了一个调查 说真的这一次的疫情也好 或是美中的贸易战也好 对世界的经济的影响 可能是未来会影响 未来几十年了 而且大家不要只看到说 美国去进了中国的这些华为 这些等等这些公司 他特别讲到这只是前菜 接下来可能做什么事情呢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物联网 物联网的意思就是说 很多东西都要连到网路 如果美国接下来 针对你中国所做的这些物联网 我都要进 因为物联网意味着你都要连网路 那我网路的讯息 会不会都被你传到中国去了 如果美国再做这样子的禁令下来 那影响就会非常非常的大了 好 一样是调查报告 那接下来这是上海的美国商会调查 居然有七成的美商 就是在中国的美商 居然不想离开中国 这跟我们昨天所讲的 这个瑞银的报告差很多 可是这有学问的 你再仔细看里面的内容 听起来好像大部分人都不想走 可是居然只有29%的企业说 他们还想再加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其中有23家就是跟汽车有关的 居然有将近一半说要裁员 再来还有什么 他们觉得美中的关系 至少会崩三年 就是持续紧张三年以上的 比例高达50% 甚至有27%的人认为 会永远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比例都比去年高很多 好 那再来是日本的部分 我们在之前也讲过 日本就是政府拨预算 奖励企业从中国搬出来 好 所以第一批申请 结果的申请的部分 是预算的11倍 对 本来到6月份申请的 也不过才几十家而已 结果到了7月份 再第二波的申请居然暴增 而且总申请的金额高达 一兆多日元 让日本政府吓到 他本来只想拨一两千亿日元的预算 结果一口气增加这么多 好 另外一方面你看到 越南要出一个大动作 他居然有越南胡志明市 出来跟越南政府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三星进出口免税 哇 你看这多大的优惠 为什么 因为三星对越南经济贡献太大了 三星在越南投资了170亿 而且创会 尤其是你看他三星的旗下的 这个电子公司当中做电视的 有9成以上都是出口 去年营收有49亿 然后三星的手机 一年卖2亿支 其中有一半都在越南生产 所以越南政府打算给三星免税 哇 你看这个动作 真的是很大很大 好 我们稍后回来